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现在在瓦伦西亚,我来这边参加一个学校的活动 顺便在市区里面逛一逛 看一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六个地方 三个是那种文创商店 或者叫merchandising art design studio store 你管它叫什么都行 其实已经没法用语言形容了 有些店特别的奇特 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可能这辈子 你再也不会见到第二个相似的店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用这个文字来形容它 然后就接着往下看视频就知道了 然后我要和大家分享三个中小型的画廊 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些作品 如果说大家有朝一日 想要开自己的艺术品商店加画廊这种模式的话 在此我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五个不同的思路 供大家选择每一个思路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酌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这种商业模式 那咱们话不多说 咱们就开始逛 第一个店呢叫Nomo 它呢是在Rusafa的这个中心区域 Rusafa是瓦伦西亚这边最新最潮的这么一个街区 大概是20分钟之后 我就要去那边 然后去那边火车站 所以说呢我正好能路过那 我还能再这个多照几个照片 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文化的氛围 这里边连那个美发店都是这个Art 什么什么艺术美发店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和艺术相关的 我在这边走路的时候 其实没有想进去看 因为我觉得就是个商店 我也不想再买买买 我要这个minimalist 要reduce 要recycle 要reuse 我也不想再剁手 但是我一看它橱窗里有这么一件T恤 我又忍不住想要买 然后这个是以这个最温柔的表情 说出最狠的话来 这个we all gonna die 我觉得非常的幽默 我就说进去瞧一瞧吧 结果那个卷帘门 它是下面就开着一个小口 我说这是让我爬进去吗 那我说我喜欢这个T恤 我就爬进去吧 我真的是钻进去了 然后我就敲那个门 然后这个楼上就下来一位老板 这个老板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我在上面理货呢 请进请进 然后就带我在里面转了一圈 我正好呢 是我现在在朋友家 我要来拜访朋友嘛 我说这个拿一个小礼物 我就买了这个T恤 然后买了这么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呢 它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一系列的品牌 它叫Miserable 也是比较幽默的一个名字 这上面写着就是 我工作得很努力 这样的话我的猫咪能够 有更好的生活 这么一个就是 还是偏这个甜咸风 并不是特别暗黑的 这个Miserable风 还有一些 他自己设计的 还有他的设计师 和他一起联名推出的 比如说这个 就我在其他店里 都没有见过 应该是他自己设计的吧 我还跟他聊了聊 他说哎呀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他见了我 就是你好 就是你是中国人吗 然后我说是是是 来说两句 然后他就说了两句中文 我叫Alvaro 我的韩语不太好 一点点 一点一点 这个是我的 商店 商店 商店是店的 店的 对 商店 谢谢 他如果中文不好 主要原因是因为 没机会去中国 没机会去中国 主要原因是因为开店 他这个店开了13年了 这是他第二个位置 他换了一个 就是更新更好的 然后重新装修的 然后他和他爱人两个人 要负责进货 补货 理货 卖货 还要做各种各样的invoice 就是会计的这些东西 非常的麻烦 他说他有朝一日 想要这个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能够自己创作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 话说回来 他实际上还是我的一个 算是校友吧 因为他以前是在 这个本科是在这边的 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毕业的 然后我现在也在这边读书 所以说算是我的师哥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 这个开店非常的不容易 作为一个个体户 就是抱了砖 就抱不了孩子 所以说就出现了 刚才这个视频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去进店 他在理货 他没有办法去下来接待我 这样的比较尴尬的情况 这也是经常发生的 作为这个小本创业的 这个单打独创者 就是Solopreneur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我出了这个店之后 突然想到了 我六个月前 认识了另一个店的老板 我想看看他们的店怎么样了 我就过去了 这个店叫 Novedades Casino Casino是它的姓 不是Casino 就是不是赌场的意思 Novedades是新品的意思 但实际上并不是 Casino新品店 它是一个古董店 它是一个藏品店 里面都是它的收藏 然后它去转手去卖掉 然后每天 它就在网上淘一些旧货 然后把它翻新 或者是去各种各样的 集市上去淘 淘完之后来这 来它自己的店里卖 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 Curator 去Curate自己的这些 算是产品也好 藏品也好 但是整个的风格 非常的具有 个人的独特的魅力 我相信你在其他地方 任何的国家 你都找不到 这样的一个店 然后它甚至告诉我说 它说它家人就不可相信 它说我的店 今年现在是第七年 零一个月 就听着像他在说 他的孩子一样 他非常的emotional 他说起来就很emot的样子 哎呀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能开起来这个店 能够一直维持着它 算是一个奇迹了 然后他说 我的家人都告诉我说 这个店能活吗 你能养活自己吗 有可能吗 结果他呢 就以实力 以这个事实 告诉所有人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喜欢各种各样的 30年的火柴盒 50年的海报 70年的书籍 老照片 那种不相干的人的老照片 他都在收藏起来 然后现在都在卖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 没有特别多的灵感 他说哎呀 这个在家里想画画 但是不知道画谁 那你可以去那 淘一淘这个老照片 反正不存在侵权了嘛 这个人已经 已经很久已经不在了 你可以淘一些这个古董 然后带回家来去 看一看 然后找一些灵感 尤其是在创作过程中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你的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他本身也是摄影师 他就说哎呀 我一直以来 想要把自己的作品 放在自己的店里 但是呢不搭 就是很难去混搭 因为摄影这个 他现在设出来的 就是今天的东西 而他店里卖的都是 30年plus的这些 就是古董 他说那我怎么 把自己的新品 放在一个古董店里呢 这就是他一直纠结 这一直是他为什么 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他觉得非常的就是左右为难 既想保持店的风格 又想要showcase自己的作品 然后他一直在找一个 合适的一个方式 这个他说他刚刚收到货 这真是太可爱了吧 这个字母的 应该是给孩子的那种 学字的玩具 哇 但是他是火柴呀 他是火柴 也就是说实际上 是抽烟的人的 应该不是孩子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做的这么可爱 这个也是火柴河 这已经是 已经年过半百的火柴河了 有点明明 一个啊 有点多了 有点 Create 你这一条 他特别逗 他说我要开灯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闪 你去拍你去拍 第三个店 完全是误打误撞进去的 因为我是在去晚饭的路上约了朋友 带着我的这个杯子 换上我的T恤 我就去找朋友去 然后我就路过一个店 门口有一个就是Sindicato 我说Sindicat 是一个猫咪的组织 我觉得这个是谐音梗 好玩拍下来 我去拍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店里面门就开了 然后有一位这个老阿姨 我说老阿姨不是她年龄 主要是她性格 非常的老阿姨的性格 她说 闺女你好 进来看一看 你喜欢艺术吗 你是搞这个art blog 搞艺术的 快快快 我给你看这些作品 这些 这个是这个画的 那个是那个人画的 年轻的一个艺术家 非常有才华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曝光 你一定要多帮他们宣转 然后她说 哎呀咱们聊得这么好 咱们喝杯咖啡去吧 她要请我喝咖啡 结果她说咱们锁上店 钥匙呢 然后我们两个在店里 找了20分钟钥匙 最后我帮她 在一个那个纸巾下面 找到了她的钥匙 然后我又赶快去 这个赴约 去吃晚饭去了 然后她说 你千万不要忘啊 你给我发信息 你给我打电话 下次再来的时候 我请你喝咖啡 哎呀这个非常热情 然后她还告诉我说 她说现在年龄原因 身体健康原因要退休了 她开的这个店 前面是这个 算是半个画廊吧 后面是Marcos 就是怎么说呢 装表店 专门做这个画框的 她说一直想要找一个人 来这个继承她这个店 来转手 但是呢 她的这个一儿一女 都在其他的国家 她做也是艺术行业 相关的事情 但是没有回来 去接手她的店 她也是非常纠结 她说两年之内 我要是再找不着人 我就关了 我就不干这一行 我就退休了 然后我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就帮你在群里面问一问 喊一声 谁想包下这个店 来去 这个身后是一只猫咪 就是这个 生活得非常好的猫咪 下面呢 我要带大家去看 三个画廊 但是呢 这个因为时间有限 这个我现在马上就要 这个打车去火车站 要不然这样吧 我到了这个马德里之后 我接着和大家聊 去给大家说 这个三个画廊 不要离开 马上回来 哈喽哈喽大家好 现在到马德里了 距离刚才录视频 已经过去了24小时了 我呢是放下相机之后 我就立刻就冲到了 火车站旁边的 乌萨法街区 因为赶火车嘛 我是想这个 趁着还有这么一点点时间 来给大家补几个空镜头 来给大家更好的展示一下 乌萨法这个街区的文化 艺术氛围 能够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边的店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格调 结果呢 每走两步就看到了 La Neveira Edithunis 我说这个地方我知道 六个月前呢 我在这边参加了一个 为期一天的 叫 Seligraphic Studio Workshop 就是要什么 私网印刷 初级班 是因为学校组织的嘛 我自己是没有交钱的 我不太清楚 它到底是多少钱 我说 这个进去 问问去 看看去 然后给大家也是带来一些 更多的信息吧 结果还没进去呢 就看到 有个海报 入门处 就写着这个 4月27日晚上 开幕式 我说太巧了 一个周四的晚上 我就没想到会有开幕式 结果真的是赶上了 他们的开幕式不是特别的频繁 因为它不是一个画廊嘛 它是一个 四网印刷的教学家制作的机构 顺便 还有一个展示的空间 哎 我说这个 真的是赶太巧了 我就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 就和这个老板聊了聊 然后走到楼上以后呢 就看了它的这个 一个新开的个展 叫 这个空间呢 是非常非常的 eccentric 另类的一个工业 我不能叫复古风吧 因为应该是原始风 和狂野风 就是屋顶可能会漏水风 可能也会灌风风 这样子的 家徒四壁风 对 就是这么说吧 特别像是 就是七九八 是七九八之前的那种 就是一个 婆婆救救厂房 这种感觉 但是也挺好的 也非常的有情调嘛 不是说你非得 要把这个墙壁刷得 特别白 要这个一尘不染 它才能算是一个 很好的画廊空间 我觉得任何展示空间 只要有自己的想法 只要有自己的精神内核 和作品 就可以了 像他们做的就很好很好 像是这种 sthetographic workshop 四网印刷店 在欧洲还是蛮普遍的 现在开店的人 都是纯热爱 并不是说为了赚钱 因为真的是 像数码的这种 喷汇印刷 分分钟把它们干翻 那手工嘛 你想想真是 抹的满手都是这个油墨 然后干一天 也干不出多少件 这个产品或者作品来 没有办法能够 很好的这个赚钱支撑自己 怎么办呢 他们就教学 我觉得教学也是挺好的 他们能够汇集起 一群热爱私网印刷 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 一群年轻人 或者是也不一定是年轻人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 还有游客 也可以来这参加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课员 可以是任何年龄段的 任何性别 任何这个教育程度的 哪怕是一个专家 你也可以去那里 使用他们的设备 家里你肯定不会有 这么大的设备 也是可以去做workshop 做co-working这样的 他们也是非常的versatile 提供各种各样的作品 服务啊 还有各种尝试 能够让这个机构活起来 他们甚至把这个减碎的 弄成那种一个个的 像A5这种小小的 然后你可以去拿 然后你就可以给他一些 钢棒 做一个算是donation 一个捐赠打赏性质的 你给多少都可以 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们做的 然后我就说通过这个 这么一个偶遇吧 多拍点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本来呢 今天是想给大家讲 这个六个场所 结果一下就变成了七个了 然后我就来到马德里了 今天呢 我把这个T恤洗了洗 又穿上了 现在它已经晋升为 Top5 我最喜欢的五个T恤之一了 这个今天在这边也没有灯 台湾也快落山了 就我就这个 接着赶快往下录 趁着这个还有点亮光 咱们接着往下说 这个三个画廊 我呢 第一个去的画廊 是Louis Atlantado 这个画廊 其实我在去年就去过了 也把它feature进了 我2022年看过所有的 展的那个视频里面 靠后 因为它是年底才去的 在那个画廊 周去的 进去以后呢 你会发现 那个设计非常的独特 因为楼上呢 是把中间凿开了 就变成一个天井性质的 然后之后的每一层 都是一个相对正常的 一个楼层 但是非常的surprising 让你惊讶 就是每一个小屋子 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 installation也好啊 就是装置啊 或者是布展啊 就是每一个空间都非常的 别具一格 一看就非常的用心 他们家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我非常的要提一提 要说这个art statement 就是什么 艺术撰写 哪家强 就是Louis Alantado 就属他强 他的这个文字性的东西 尤其是双语 做的还是相当的可以的 因为毕竟他不是说那种 national museum 国家博物馆那种 做的要非常非常的 academic 学术性 但是作为一个商业画廊 他做的文字不错 你可以去他的网站上 瞅一瞅 他是怎么写的 出了门之后呢 我就去了第二家 这是我在谷歌上看到的 我之前没见过他 就应该是比较新的 我一到他的门口 我就看到了这个 Rubin Abstract 他这个艺术家做的 这些swimmers 游泳的小人 这个之前 我在很多的视频里 都出现过 我在不同的展会上 也偶遇过这个艺术家 他是自觉的 不是科班出身 他就直接跟我说 他说就是想 以艺术为生 并不是说 像很多的艺术家 为了艺术要饿肚子啊 要怎么怎么样 他就是说我要做一个 艺术有商业性质的 可以养活自己的 这么一个公司 这么一个项目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只要你干干净净 用自己的劳动 用自己的双手来赚钱 没有什么可耻的 不是说很多的人都说 哎呀这个艺术家要纯粹 谈钱艺术家 不是好艺术家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不是好艺术家 怎么了 一定要当好女孩 好艺术家 好人吗 对吧 给你发个好人卡 你还觉得offended 对吧 你觉得我是好人 好艺术家没必要 当然了 我不是说坚持自己艺术内心的 就不是好艺术家 是更好的艺术家 更好 但是你赚钱了 不亏 真的 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饿肚子 然后让家人跟着受罪 或者怎么样 就是像这种就不错 然后 Lupe for Yana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她的 她的这个姓 这个听上去可能 不是 发音不是很准 这个是一个女性 她呢之前在其他的地方开店 在Carmen 她的旁边原来就是 Novedades Casino的旁边 她也认识这个人 她现在呢就改到了这个位置 我说为什么呀 她说因为我门口有一个 Galaria Quadro 我心想 那Galaria Quadro一定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reference啊 这个业界 标杆啊 一会儿去看看 我就跟她简单聊了聊 她正好 她的一个兄弟 或者不知道是 哥哥还是弟弟 来拜访 我也不好意思 占用她太多时间 就让她简单的给我看了 看里面的一些东西 她说她这边有一些 木头的这些 可以选择的画框 选完以后呢 她去外面坐 坐完以后再给你带过来 就有点像是Olga 这位这个老阿姨 坐的这个 但是Olga是在里面坐 而她呢 是这个顺便展示一些 就等于是 说是完全是 副业的副业这样子 她还给我看一个 小小的这个储藏间 她说是间 她连隔开都没隔开 就非常小 这个整体画廊的感觉 就是走快销品风 就是不是很贵的这一些 还有一些print印刷品 我就买了两个印刷品 完全是装饰这样子的 或者给人 就是以玩乐的形式 并不是说 哎呀 要多么的严肃的怎么样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对吧 这个艺术品不只是 要有这个教育 要有文化的传承 也可以是装饰 也可以是给大家带来一个 很轻松的环境啊 大家一图一乐 对吧 图一乐怎么了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对吧 这个每一个艺术作品 它的定位都可以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像这种 Lupe Foyana这种 画廊的定位 哪怕是稍微商业一点 也无可厚非 它设计非常非常的紧凑 真的是这个进去以后 十九分钟逛完了 我就出来了 就不再打扰 他和他家人的这个小聚 出来以后就直奔 Galleria Guadro 因为马上马上马上 他就关门了嘛 我说还有这十分钟 看能不能逛得到 我说这 毕竟这个画廊是 业界标杆 那肯定是 一个非常的高大上的 结果我一进去 我就一愣 我说啊 这么小 我倒不是说他破 不是说破 很有意思 但是他太小了 这是让我觉得是意料之外的 我心里想 那为什么大家对他的这个敬重三分呢 我没感觉他有多特殊啊 结果网上一查 他是1980年开业的 那80年了 就是说家人们 80年比咱们年龄还要大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他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 就是如果说你不能做到最大 最好 最专业 最精 你起码说能够做到最老 对吧 那老这个东西 只要你开业了 你活下来了 20年之后 没人能比得过你 对吧 在你的这个小小的街区也好 你这个小小的niche也好 你活下来了 大家如果说有一个想开店的意愿 但是没有说特别的大的资金投入 或者是其他的投入 时间也好 什么也好 我觉得没关系 你就找一个特别小的地方 然后你就 这个租下来10年 或者就买下来 你就开20年 我觉得20年之后 你就说 我就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哥 你不能说从这个专业程度上和资金上 那你从年龄上 你就已经是这个老婆爷级别的了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那么现在 这个进入视频的第二部分 我觉得这视频已经好多好多部分了 这个小店 然后中间偶遇 还有这个画廊 现在呢 我就说正式的第二部分 就是给大家提供几个开店的思路 我这里说的开店不只是画廊 你可以开这种高大上的画廊 你可以开这种比较像是衍生品 这种像是小店的画廊 但是你也可以开一些自己的艺术品商店 文创商店 家画廊的这种模式 我就给大家提供几个思路 首先呢 你可以开一个艺术家自营店 或者是直营店 比如说你和另外一个艺术家 两个人一起合计一下 就卖两个人的作品 就是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 你不再卖乱七八糟其他的东西了 像这种自营店的好处呢 就是你完全可以拍板 两个人一合计 比如说你和你的搭档 你的十几年的好朋友 或者是你的甚至说家人 一起开一个 那好那你想卖什么就卖什么 你想卖多少钱 你就卖多少钱 没有人会对你指指点点的 然后你和你的朋友 就可以两个人轮班 或者是两个人出钱 雇一个人帮你在那卖 像今天我去市中心办事 我就路过一个店 它是两个艺术家一起开的 他们现在在美国居住 在纽约居住 他们是马德里人 他们一合计说 在当地开一个吧 就在他们的这个故乡开了一个 就雇了一个人 在这给他看店 也不错啊 他们只是卖两个艺术家的东西 就相对来说比较纯粹一点 缺点呢 就是吸引力比较单一 那喜欢你作品的人就喜欢 不喜欢的人 那你又不卖别的东西 那他想买东西 但是没得买 对吧 很多很多的人 都是每天从你门口路过 或者是知道你 听到你进来 又出去了 因为他们就是 没有买到你这一种 艺术作品的需求 那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个做艺术品就是这样子的吧 第二个呢 就是做这种文创纪念品店 或者是杂货店 像是Normal这种 就我买T恤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里面放三十几个 四十几个 五十几个的设计师的东西 它的优点就是 你有很多潮盘 你可以选择 你今天和他合作 这个牌子倒闭了 或者是不太好了 你再和另一个牌子合作 你有很多的Flexibility 这种自由组合的 这种可能性 它的缺点就是 你要是把自己的这种店 做成杂货店之后 基本上你就不会再被 艺术行业接受了 就是把自己做成了一个 更像是叫 无印良品的这种感觉 这种装饰性的东西了 没有什么不好的 只是说你将来 要是想把这个东西 做成一个 往艺术品靠 往画廊方向靠的话 那基本上是 就靠不过去了 第三个想法呢 就是你可以开一个 古玩旧货店 就像是Novedades Casino这种 它呢就是格调 非常的独特 非常有历史感 别人没法copy 没法抄袭你 那怎么抄袭啊 你的每一个东西 都是独特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 竞争的话 是没人和你竞争 但是呢 你没有办法融入 自己的艺术作品 除非你的作品 就是考古作品 就是和古代的一些 古玩啊文物啊相关 否则的话 你的这个特别创新的东西 你怎么往里混呢 就完全就不搭 这也是Casino老板 说的这个 左右为难的一个点 第四个呢 就是你可以去开装表店 装表店的话 那是刚需啊 你买了画以后 是不是需要装啊 是不是需要 做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小盒子 或者是 甚至说你去客户家里 你给他打个孔 给他挂上去 这些都是很多的 一系列的需求 你可以给他一条龙服务 它的缺点呢 就是占地大 因为而且是非常的 它是尘土啊 噪音呢 比如说你选址的时候 你可能非常的为难 你要选一个 既能够适合前面去展示 然后后面去工作 那你要是前面展示 寸土寸金 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空间 那可能你就没有太多的资金 去在后面再搞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workshop 一般来说的话 你就得去郊外 找一个地方去做 做完以后呢 再把这个装表好的东西 给客人拿过来 那整个这个物流 又是一个头疼的东西 天天的说 从郊外把这个画 给你运过来 运来运去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手工艺品 教学店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像 Ediciones La Nivella这种 或者是 还有很多这种 像Ceramic Workshop 像国内的这个 我之前采访过的 这个课印章的 就不是办证印章 就是传统文化印章这种 你可以给人家 个人定制 你可以呢 展示 然后你也可以呢 去做一些教学工作 这种workshop 初级班 我觉得这个需求量 相当的大 因为很多很多人 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么一个周末 你弄一个亲子的一个 或者是弄一个 退休人员 各种各样的 你还可以去 学校里面 和其他机构里面 做那种团队培训 这种也是 有这种需求的 我曾经有一个 小伙伴告诉我 说这个Ceramic 经常有这个团队 这个周末的时候 一起去 去搞一个Ceramic 真的会有这样的需求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的可再生 可持续发展 是一个挺好的 一个想法 但是它的缺点 就是它会占用你 相当大的时间 那你就没有时间 去做别的东西了 那你还要想创作 你还要想卖画 你还要想教学 那等于是说 不是说你去抱砖 和抱孩子了 你和孩子和砖之间 你还有一个东西需要抱 对吧 那基本上就是跟 耍杂技一样 三个球在空中 夸夸夸夸夸的 就搞不好 就会掉链子 你会生活会非常的累 但是呢 也会非常的知足 非常的满足 因为你会从教学 带来人和人交流 这种快乐 带来满足感 成就感 然后顺便还能够去 卖东西 还能够在教学的过程中 甚至说你也可以 进行创作 但是非常非常难 你非常 你要想敢那么巧 那你真的是 大家花很多的心血 去来做这个 没有说就赶上了 对吧 需要自己来花精力 时间心血 去把这件事情 做好 那么咱们今天看了 七个不同的画廊呢 小店呢 然后呢 又谈了谈 这个开自己的 艺术品商店的 这些想法 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有照一日 想开一个 自己的艺术家 Artist Studio Workshop Studio Gallery 如果想的话呢 请在下面给我留言 大家分享一下 也许呢 能够找到一些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一起来 合计一下 来开个店 或者是做一些 有意思的项目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太阳马上就落山了 这个现在又是阴天 这个非常非常的 小的这个光线 那么今天咱们 就先到这里 那么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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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